韭菜俱乐部跟着陈老师天天进步 好同学今天6月6号66大顺 大家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爽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股 台股创了新高来到21,970点了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相对来讲台积电也创了新高 昨天晚上台积电突然发布一些消息 董事会通过买回公司的库长股 买回的区间是在598到1281 这个价格区间 预计大概有41亿的资金 要买回这样的一个库长股 从6月6号到8月多去了 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消息就炸锅了 让今天的整个台积电跟台股都出现一个大涨的行情 我们知道两年前 同学如果你记得的话 两年前台积电也有买过库长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产生 所以说在目前这个高价位的时候公司派还出现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讲的话 对股价的推升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有帮助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台积电 这个所谓在昨天的美国的ADR已经大涨了 已经大涨的情况之下 那有一个新任的董事长魏哲嘉有暗示 他正在考虑要提高人工智能芯片代工的服务价格 提高代工价格对不对 他已经跟我们的老黄黄仁勋讨论过了 然后刚刚看到消息 好像老黄也不反对 也不反对他涨价 所以这算是一个双重的利多 本来台股在这几天就有一点有气无力 成交量又有一点萎缩的情况之下 都会认为说端午节之后可能有拉回的这样的疑虑 但是今天在台积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利好的情况之下 振奋了整个股市 当然不单单只有台积电带动电子股 我们看到航运股金融股今天都有表现的一个机会 表现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的ADR昨天你看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这边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来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的位置点 新高的位置点 那相对来讲的话今天台股也是被他带动上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股的收盘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台股的收盘的情况 好那我们看加权指数来讲的话今天最高来到21970 那这边出现一个跳空的缺口 不过今天的成交量只有4760亿 这个量能好像也还不算是太大 还不算是太大 那我们过去有跟同学讲过说这个 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整个像MACD的柱状来讲的话 他已经开始翻黑所以说近期的走势稍微会比较弱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这近期的走势都比较属于一个弱势的盘整 那经过今天的一个大涨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有一点在做一个反转的迹象 那我们看看正负DMI这边出现这个有没有一个收链 收链之后正DI又开始跟负DI放大了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来讲的话只要这个缺口没有被补足的话 他还有机会再挑战新的高点的这样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像电子指数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电子指数今天也是一个跳空缺口 而且创了一个新高点 新高点 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电子指数电子群组有可能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当然除了电子是领头羊之外 我们看看最近的航运股 航运股也是蛮夯的 这个红海危机没有解除的情况之下 加上塞港缺贵 所以说我们看看航运指数也在创高 所以说你要记得接下来大概就是电子航运 这两个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航运指数目前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开始重新翻为多头的一个指标 所以航运不管是货柜还是散装还是航空 最近的表现都很非常的好 所以航运指数感觉起来会比电子指数来讲的话 持久力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不要看说今天都在创高 但是电子有一点感觉在有时候你看到最近 像今天尾盘拉回的情况就比较明显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像金融 金融今天也是一个蛮有表现 也是有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看起来你看像电子 像航运都已经在创高了 金融来讲的话它还是在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不过今天已经收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今天也有出量有出量 那我们看到今天开发金 开发金涨了7% 7%多 7%多主要也是 对他的一个业绩不错 营收业绩这一块都还不错 还有新加坡 听说新加坡政府也有进场要去买进开发金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金融股也是利多频传 所以说我们看起来整个指数来看的话 这个金融电子航运都还算是有所表现 有所表现 那看看今天的一个像银剑股 就稍微比较弱势了一点 原本这边是个打底 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今天稍微有一点弱势了 但是还好 因为整个来看的话 它还是随时有机会在往上涨 所以说这个银剑股来讲的话 稍微弱了一点 但是它的多头格局还没有改变 那你看这个我们看到说 整体来看的话 Computex结束之后 老黄也要离开台湾了 大家会比较怕这个 就是说这个电脑展完了 老黄也要走了 那可能就会担心 端午之后会有一些 变盘 但是我们看 其实老黄走了之后 电脑展之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 六月还有一个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那开发大会 基本上对一些电子股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基本的支撑在 那除此之外 七月份 七月份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生计展 生计展要展开 这波行情来讲的话 生计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上涨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昨天的生计指数已经出现一根长红了 对不对 那今天还有创了短线创的高点 虽然它最后是收黑的 但所以说七月来讲的话可能 资金如果说电子这边结束之后 也有可能有机会再回到生计股 这个机会不排除 尤其生计股在这波行情里面 基本上都没什么涨 所以说它的相对筹码比较干净 那比较也比较有一点 补涨的效应跟空间存在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大家很担心电子也太高了 航运也太高了 那就可以再关注一下说 七月的时候生计展之前 那生计概念股会不会有表现的一个空间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要跟同学来聊聊 来聊聊最主要的一个两个话题 什么样的话题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聊一下整个 看到同学我们来看到 在整体来讲的话 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上海的出口的集装箱的指数 上海出口的集装箱指数 你看近期一直在创高 这个鸿海危机之后 这样的一个指数 指数是一直在往上涨 这包挂到什么 包括到这个鸿海的一个 鸿海的危机 鸿海的危机 还有塞港 还有缺贵的情况 所以说种种因素看起来来讲 我们看 SFCI的指数一直在创高 一直在创高 好 那另外来看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 最近的航运股的重点 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个 我们看到巴拿马运河的通行量 过去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巴拿马运河这边通行的数量有增加 但是后来证明是一个谣传 所以说它对于货贵三雄的影响是不大 那再来看拜登要跟宣称说以色列要跟哈马斯提出停火的协议 因为中东那边乱红海危机 一个导火线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定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造成对航运股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就是海运业面临四大问题 就是美东的劳资协议 还有中国大陆的扩大出口到南美去 还有一巴战争的加剧 缺贵危机 然后所谓的一个新加坡跟上海港口的严重的拥塞 拥击塞住塞港 所以你看港口堵塞的问题已经是新加坡延误的时间要7天以上 上海也是三年来的一个最高 然后我们看到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扩大出口 尾巴战争缺贵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点 你看这边就讲到柜子的缺口呈现紧张的状态 所以要三个月以上 排柜也要排到三个月以上 所以说种种的利多来看的话 第二季对航运指数航运股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偏多思维 还是属于一个偏多思维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你看今天万海是不是涨停了 同学我们昨天老师在帮同学选股的时候 有没有去就选到万海了 今天是一个涨停板 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2615的一个万海的一个走势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2615 我们昨天老师找到的图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一个开高之后 开高之后就拉到涨停去了 有没有有带量今天有带量拉涨停 这个也是我们会事先在节目中为同学所挑选出来比较强势的一个航运股 那如果说短线来看的话 如果说比较 你是做的比较冲一点 或是比较属于当冲 或是比较隔日冲 或是做的比较喜欢 短线来看的话 这个万海的操作 万海的走势 会是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属于什么 比较属于长线 你怕怕的 怕这个说买一些追太高的航运股来讲的话 那长龙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货柜山雄他们个性是不一样 长龙就比较稳定一点 那像万海就比较属于什么 比较属于可以冲动的 比较属于短线的 比较会有爆发力的股票 那我们看到说 通常万海、阳明、长龙 这三家货柜公司 都是受贿于红海为基 缺贵的这样的一个利多 对不对 那三家第一季的营收表现都不错 那为什么近期都只是长万海 而不是长长龙跟阳明 对不对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 万海本身他就是一个什么 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 所以市场上对于转亏为盈的这样的体材 特别感兴趣 所以你看到最近都是万海在持续的上涨 好像这个阳明没什么涨 涨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那长龙也还好 那就是主要是原因在这里 三家的营收都不错 未来的展望也不错 就只是说万海的优势在于他的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老师选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看好这支股票才会选出来 对不对 今天就过了 过了前波这边的新高90.2 今天涨停明后天 还有机会再涨 那我们看整个筹码 同学我们从筹码这边来 筹码这边来看的话 筹码这边来看的话 你看千张持股比例在4月底的时候 他的持股比例是80.3 80.3 到上个礼拜到5月底 他的千张持股比例来到82.6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的千张持股比例就增加了快要两成 快要到一成多了 一成多快两成了 这个这个幅度是蛮大的 那800到1000张的这样的千张持股比例 也是也是增加 从0.44到0.56 但同学你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散户都在卖 你看这个8.55 从4月底的8.55到5月底7.77 散户在这个行情 货柜这个股价行情上去 万海股价行情上去的时候 都是属于卖方 但是大户是属于买进 通常大户买进散户再卖 这个行情就会再涨 这个我们从筹码的追踪里面 都已经帮同学抓到过 无数次的一个标股 往往就是从筹码这边发现 你看我们上一次抓到十全 十全 我们抓到十全 广运广民 这些标股 大概都是从筹码这边的追踪去抓到了 所以万海我们看到 大户是买进的 散户是卖出的 所以今天再来一根 再进一根的涨停 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们看长龙 你看长龙就比较温吞一点 他就在一个区间之间震荡 但长龙你看 他的四月底的时候 千张持股比例是64.5 到现在到五月底 这一个月的时间变成66.2 千张持股比例也有增加 但是散户有的买有的卖 就比较不确定 但是我们知道 大户的一个操作的逻辑来看的话 他还是属于偏多 所以说货柜三雄来看的话 第二季还是比较属于看好 这就是属于基本面方面的利多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长龙货柜 所以航运股都还有机会 还有上涨的机会 那扬明也是扬明也是这样的一个 属于他昨天啊 昨天还是算高了 那扬明你看千张持股比例 也是从49.3到59.6 所以扬明的千张持股比例的变动也比较大 不过这三家看起来是万海的千张持股比例 比较漂亮 然后他的大户啊这些买进的张数 跟比例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扬明 最差的就是长龙了 所以说我们在跟同学讲说 货柜三雄虽然大家第一季的业绩都不错 然后基本上都是基本面也都很好 为什么是万海涨的多 就主要是一个这个转亏为盈 然后主力大户也爱 所以我们给同学做参考 目前看起来第二季还是看好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买船票想上船 这个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在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看刚刚讲到说 7月就有生计涨 那现在的你看航运股也高了 那电子股也高了 那这个金融也算是蛮高档的 那唯一比较没什么涨的 大概就是属于生计股 所以7月的生计股的话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提早 提早为同学来做一个解析 那生计股 你看昨天那根大红棒 为什么它会涨呢 跟最近的一个再生医疗双法三毒通过 那为生计股的族群有一个加分的效果 那这个所谓的在生医疗明确在在生医疗的定义的跟范围 就是这个三毒在生医疗双法主要是明确在生医疗的定义跟范围 所以要求除特殊情况外需完成人体的试验 再来就是不能拿婴儿的这些作为提供者 过去有什么脊带血什么胎盘养水之类 现在都不可以拿这些来做一个所谓的在生医疗的主要的来源 主要的来源 那在加重对非医疗机构从事在生医疗的处罚 最高可以处罚2000万 要求定期公开在生医疗的治疗成效数据 接受公众的监督还有或如发生重大伤亡或死亡的犯者 可以获得救济 所以说在生医疗法通过 这个在生医疗法经过三个会期十年的时间终于通过了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 你看最近的表现的比较好的像药华药 646的药华药 昨天拉了一个 创了一个近期的新高 创了一个近期的新高 那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最大量 这根K线的最大量来讲的话 最高点它根本就 都是没有跌破的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我们看从药华药的一个千张持股比例 4月底的时候是45 现在是46.1 主力大户有在进场 主力大户有在进场 我们看红色框起来的基本上都是4月底到5月底之间 它有增加的 你看这个100到200张到1000张的都有都有在买进 都有在增加持股 所以说在这个再生医疗法通过之后 这个药华药昨天的表现也不错 未来可以继续去关注它 然后我们就是重点是你看这边 这一根长虹棒的这个最低点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偏多思维 这个升级概念股里面 那我们看成德4123的成德 昨天也是一个长虹对不对 长虹创了一个新高 你看最近主法人有在买进 我们看到这个MACD的柱状也有在增加 千张持股比例从49.7 变成51.7 这就是未来我们同学在选择升级概念股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参考依据 你可以参考一下说法人有没有持续的买进 千张持股比例有没有增加 那未来的股价有没有持续的一个往上扬 这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同学做一个选择的一个好依据 那科研也不错 科研1786 科研来看的话也是最近也是法人在买进 MACD柱状也在涨 只是说他的这个OPP稍微有点量有点反转 有点小反转 也是说涨多之后这个追价的力道没那么强 不过我们看到千张持股比例四月底的时候是40.2 那现在是40.3好像增加了一点点 那散户这边散户跟中石户有在买进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他涨幅是不太大 不过他的一个主要的营收跟业绩都还算不错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同学去做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重点 好那最后我们跟大家讲到礼拜天 礼拜天的时候 陈老师有跟大家讲过 可以关注银建股 礼拜天关注银建股 是不是连涨了三天 那今天稍微有点震荡 今天稍微有点震荡 那我们看到说礼拜天赚钱星期天 老师有跟同学讲到的一支股票 连上发你是不是到昨天 到昨天礼拜三他都还在创新高 在创新高 不过昨天是虽然创新高 不过收黑了 那你看他的一个礼拜二 礼拜二这个长黑 这个这个红棒的一个最大量 这个红棒的最大量 只要他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都还算是一个偏多格局 反而MACD的柱状是有持续的 一个翻多了 那我们看千张持股比例 4月底的时候是53.6 那你看5月底是52.5 感觉好像法人有在卖 但是如果说你看上一个礼拜 上一个礼拜千张持股比例是51.9 然后到这个这个礼拜来看的话 他的一个5月24 5月24的那个礼拜千张持股比例是51.9 那5月底的这个礼拜来讲的话 变成52.5 所以这一个礼拜的变化是比较大 你看所以说你看涨的就是这几天 涨的就是这几天 如果从4月底到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是减少 但是如果说从5月24到5月31号 这一个礼拜来看的话 他的千张持股比例是有在增加 代表说短线 这是一个短线资金才有涌进去 那就是看整体来看的话 看他后面后市银建股 如果他有持续的上涨 那这样的低价股就比较有表现机会 所以说你看到昨天 昨天他就还在创了一个新高点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只股票远熊 你看远熊也是 远熊也是他昨天创了一个近期的新高点 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讲 已经连涨了三天三四天 那远熊来看的话 千张持股比例 从4月底的83.5到5月底的84.1 这个也是有略微增加 800到1000张 然后400到800张 这种中十户大户的一个持股比例都有在增加 所以说你看昨天整个银建股稍微有一点震荡 有震荡但是远熊还是在走高 你看法人近期的法人都有在做一个拉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 云建股可能未来如果说他还有一个表现的机会来讲的话 那就不妨再多注意一下 这些比较价格比较低 或是比较属于南部的建商这一块 他的表现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好那最后我们跟这个今天的一个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这个这边就是老师的一个脸书 老师的脸书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七点半从我们的脸书这边 也可以连结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个现场 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分享到这里 同学最后老师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这个行情当然目前看起来是很好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量价结构的一个变化 还有端午节之后 它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那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属于一个乐观谨慎 乐观中 但是还要带一点谨慎 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出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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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